快点 快点就粉了你了 快点 快点就粉了你了 这胶子 怎么是红的呀 当然是红的了 你是第一个的 穿主下纸丝纷的 丝纷 我当时下纸一线 就知道六四夫人 您前逐不可现了 六四夫人 什么 六少主的侧妇 对 六少主 你赶紧上轿 别握食着 别走 别走 没搞错 回来 丁丹 你怎么握食 走下 请不败宗词 请不败宗词 药夫人 再请不败宜 甄夫人 给三人请安 我妈 起来说话吧 是 extensively 不是 我想问问 我为什么会被指给六少主啊 秦川主是不喜欢这个儿子吗 小人听说 是六少主亲自求求您的 大象到中 贺川参选女子如何支配孤姨游打算 但是还剩下一个 你二人可愿为孤解忧啊 父亲 儿子还小 还不着急成家 对对对 九哥还小 我大呀 我能取好几个呢 父亲 好 那就将季川李维给你如何 季川那个 不是 那个 你还是算了吧 那不成体统啊 那个 主上也知道 季川那女子给了谁都是亏了 不然就给 六少主到 参见主上 嗯 季川参选女子只此一人 若是落选有失致好 儿子年纪若惯 也到了该娶妻的年纪 可否将季川李氏 许配给儿子 就将李维许给正儿吧 不过你放心 她只会是你的测试 日后锅 再为你另选一门好情事 再为你另选一门好情事 您怎么又把之前的杏汤给倒了呀 这是暖胃的 这东西喝了这么多年 一点用都没有 贵在坚持 这喝总比不喝强 快 少主拿着 还挺 哇 真让人心疼 您都病成这样了 还强撑着去请私会 我去不去 整个婚事都是我的 倒不如自己缠了这么的意 主上从来就不关心您 小人一想到这些就难受 这回头主上要是忘了给您 赐一个好正式夫人 那就亏大了 您说季川那个测试 能帮上您什么忙呢 罢了 况且我也从没有想过利用七族 我做些什么 不愧是少主 竟有如此心胸 而且您好弥略呀 演了一出 病重还不忘为主上分忧解难的大戏 这番同情分您拿满了的 你快去找太医吧 不然朕冲临终前的分忧解难了 快去 呀呀呀 我这就去 这就去 岑夫人 虽然呢外界传言六少主不得志 但是小人都打听过了 这个府上不怎么打麻吓人的 算是个好去处了 岑夫人别担心 不打麻吓人 就算好去处 知道你消息灵通 但你也少说点吧 张太医 这边请 这边请 少主不行啊 你们几个麻烈点啊 快快快快 你们别跟来 这个水够不够热呀 快快快快 老苏 吴少主 老苏 老苏怎么样啊 太医怎么说啊 太医说比预想中的 还要差呀 你说刘少主命太苦了 自小就病若 现在越发得不济了呀 这怎么办 你说啊 本来就只剩下半个月 你说他也是 到处乱跑什么呀 你看十五个月 只剩半个月了 你怎么跟着我去看 对对对 你快去 你快去 手脚能马立着点啊 你们是不是知道 刘少主快不行了 只剩半个月了 四分别乱说 对呀 这种话要是让别人听到了 会被杀头的 在宫中 出生和少主的身体状况 是绝对绝对不遇见了的 是啊 虽然人人都知道 六少主有危险 可是除了贴身事后的人 是没人可以乱说的 岑主人千万不要再说 这些害人的言语了 对呀 我懂了 我也不得 别人都不要我 就六少主指定了要选我 原来是为了冲洗呀 我懂了 还不得 我好了 我知道了 这事不能外传 你们下去吧 是啊 这次怎么能这么严重呢 来来来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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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太医啊 来 请 请 请 你看啊 这书考就剩下半个月了 你就别参加了 这次书考是父亲亲自陪的 我不能休息 放心吧 我死不了 你还死不了呢 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子了 你连婚礼都下市重俭了 就让新妇去拜了宗词 你说你这样还 是不是洞房都够呛了 我要休息了 好 好 睡吧 睡 对 你可以 没事 我陪你 别坐啊 我陪你 我不碍事 我陪陪你 我ру子 我陪你 我陪你 哎呀 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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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赞啊 我陪你 出病日 满打满酸 还有一个月 我就要荣归故里了 爹 娘 无福将死 莫上花开 无可苏苏归矣 切记备下韭菜 火瓢牛肉万不可少 可怜你一年早逝 老天保佑 让六少主来世 康剑福寿 长命百岁 剩下的日子 我会好好照顾他 陪他走完 生命的最后一招 这六少主长什么样子 还没见过呢 怎么一股子药味 揭穿李威 见过刘少主 这 怎么这么多血 不 不会死了吧 刘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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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好了 原来他就是刘少主 完了 完了 何必紧张 你我又不是第一次见 既然是本院试毒的 那这碗野生熏汤 你帮我尝一尝 怎么 我吃错了 求你了少主输罪 好 行了 侧夫人 不吓唬你了 起来吧 因为我初始不久还不了解 家中境况如何 家里三代务农 只有爹爹考证 但官太小 登不了鸡串工 多点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爹爹很会做饭 也很爱我娘亲 我还有个爹爹叫李沧 他总是跟我吵架 识字吗 礼仪规矩 四十六亿 真知女工 都不太会 唯独加油品鉴上 颇有心得 不能看懂点菜单子 喜欢吃 但是我弟弟每天就不学武术 我平常管他 你有没有什么 不喜欢的 教叔 我做错的事情 娘亲 总罚我超数 我写字不好看 这厨房偷吃 不算打过 但 规矩不能破 还是要罚的 罚什么 超数 就罚你抄本院的点菜单子 一百遍 知道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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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去世时也是这样 明明都吐血了 还要藏着掖掌 就怕我们看了担心 也是个善良的可怜人哪 不认识 这么看我做事 刘少主 你放心 剩下的日子 我一定会好好对您的 在这个新婚之夜 其他公院也都沉浸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之中 救命啊 杀人了 救命 杀人了呀 杜少主 但是郑主现在就想见您这没法子呀 她说想见我就想见我 我还不想见她的话 传主有令 为了俩传和平 您要舍身取义杀身成人 我不杀身我不成人 救命啊 放我下去 这干什么去啊 给我解开 这放 走开我 干什么呀 上官江湖警告你啊 我父亲不让我娶我心爱之人 非让我娶你 那咱们两个身上就背负着两川的同盟 而且我是先穿少主 你八道对我斗舞 听到没有 快去看 杀人 杀人 我叫上官静 好 你在这儿念 念静吗 算了 从今年开始 你就是本少主的夫人 出嫁从夫打今儿个起 你要对我尊重一点 啊 你要干什么呀 如果真的要做我的夫婿 必须要举起我这杆枪 如若不行 两相罢手 你肯定是做手脚吧 我就不上套 可以啊 那我们换其他的比 比就比 我还能怕你啊 我说开着就开着啊 开着就开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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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行 我还行 看到没有 我还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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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行 我还可以 看到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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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 啊啊啊 在地长主温馨的府邸内 言传好事 给夫人敬茶 你既然入了府 就是我家的人了 以后 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了 谢夫人太爱 这么少 听说一开始是将你许给五少主的 后来我们家少主还亲自上门 把你要了过来 看样子挺有本事的呀 好家不敢 以后在我手下 别给我耍什么狐媚子的把戏 明白吗 是 起来吧 谢夫人 谢夫人 少主 你手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是他连敬茶都不太会 所以才溢出来烫到自己手了 不碍事 少主 喝茶 有点水 您理解凭着 您好 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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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喜欢 就赏你了 谢少主 你也别喝我的茶 夫人 妾知错了 不知道怎么捂念了夫人 妾知从来没有喝过诞生的茶 夫人莫生气 莫因为妾伤了自己的身子 老家 你起来 赵芳如 这可不是在你们带船 给我收起你的身子 我跟你说过 我最讨厌内宅纷争 你好 哎呀 你被威魔死了 是那个挺多的 你带船 你不得我 那有什么想法 说什么 我会藏着掖着 妾知道 丈夫娶新人 女子心里多少都会不高兴 否则也是不容易 我就知道你善解人意 也不枉我费尽心思 把你从老五那边抢回来 但是你今后跟了我 只能做我的妾事 你可有不甘啊 才不会 妾知道自己心里喜欢的是谁 我当然喜欢我自己啊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哪个女的甘心做小 还以为是真爱 我与各位夫人 侧夫人都是见过的 内务厅派我和其他几位嬷嬷来做教席 你们就换我一声 杨嬷嬷吧 杨嬷嬷好 杨嬷嬷好 坐吧 在内院书堂 我与内务厅会根据德 荣 颜 颜 宫 四项考评诸位 若考评不佳 不仅要受罚 还会连累夫君 届时 夫君被判个至家不严 我是不喜欢啊 我路上主身子已经这么差了 我不能给他添麻烦了 所以 还请诸位 谨守本分 勤勉治学 大家把书翻开 喂 拿错书了 今天学的是九春山鹅志 天下共分九川 七十年前 各川混战 新川的原封上主横空出世 称霸天下 自此定下九川百年合谋 新川占地 人口皆为九川之罪 地大网 暖入长盛 也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 小学 季传李威 你上课打盹 不思进取 课后我会上报内务厅 扣你五十位月钱 说实啊 Good Mirror 今天内院书糖表现如何 对不起 扣钱了 罢了 本来也没指望你表现有多好 吃饭吧 与少主同桌用膳 须得等少主先下筷子 少主不动筷就只能陪着等 明白了吗 近日少主身体不适 告诉刘宝全 这些犹大的魂星 最近就不要上了 桌上菜品需得少主加过 而等才能下筷子 不正确的 每个月的酒 来吃 这些烫的烫 烫的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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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餐时每道菜只能加三次 我吃饱了 慢用 我们少主不讲这些规矩 放心吃吧 这么快 嗯 吃好了 吃好了 这药凉了就不好喝了 这药热的也不好喝吧 这都没剩几日了 还这么用功啊 正是因为没剩几日 才更要好好读书 不愧是你 少主放心 等你去了之后 我会时常给你烧些书的 倒也不必收书给我 都记下了 背下来 带下去 少主博文强劲 令人佩服 您让我抄的一百遍菜谱 我都抄好了 您这府里的菜谱还真是丰盛 不过你的身子不好 都吃不了 但别灰心 就算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也要吃好每一顿饭 过好每个时辰 我俩现在也不算什么夫妻 住在你府里 你会不好意思的 要不这样吧 你告诉我你的愿望 我帮你实现 我的愿望你实现不了 回去吧 我要看书了 我 说一个试试吗 我希望你离开 我去问别人就好了 爹娘 无夫死即将至 无可素素归矣 家中至偶返 切记家怀花少许 待无归同时 你 麻烦你帮我将家书寄出 是 苏夫人 眼下少主身体抱恙 不能来您房中 可是您也得趁这段时间 赶紧想办法 跟少主建立感情啊 不然到时候 他真要把您忘了 可怎么办啊 可别这么说啊 他要是到那边 还对我淋漓不忘的话 少主身的话 现在我能做的 只有实现 他一些小小的愿望 少主啊 最近册份有点古怪啊 他总是四处 打听您的喜好 您说他问九少主也就罢了 还去寻找十一少主 若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咱得仔细一点啊 这外穿选出的女子 就数她前的 能够什么目的 不过 母亲确实不希望阿仔 与我院里人来往 这一点我提醒她 但是十一少主 与您是一母同胞 说不定何夫人 希望你们亲厚呢 其实侧夫人 一个寄穿的香烟女子 她一个人在宫里 确实是不容易 小人认为 她专门为您布置的 这些鲜花 就是想哄您高兴嘛 你确定这是红我 侧夫人是真的古怪 少主回来了 侧夫 少主可还喜欢这些花 因为实在没人知道 少主喜欢什么 我就随便送了一些传统的 不过 菊花独立疏离 去也无穷 倒是很趁您 取高喝寡的气质 说得有道理啊 李伟 我是不是哪里得罪您了 还是你觉得 驾到我府上是委屈了 我 我就想让您高兴 但您好像不太高兴 那这个呢 这个喜欢吗 少主英明神武 要把少主的样子 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这个画得真像啊 侧夫人能不能送我一副啊 没问题 别 别说这画还不可以啊 可不是嘛 等回头侧夫人送我了 我能挂在我的房间吗 你看他挂哪儿 以后大家一看到这幅画 就能记起少主的英容笑貌 英容笑貌 这什么用词嘛 好像也不太喜欢 没关系 我还有个礼物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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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意我收下了 但礼就不必了 从你一手就好了 玉萍 这 好久没见少主这么开心了 为了小矮仔才知道 少主以前还养过狗呢 还有十一少主不知道的呢 迪掌主对狗猫过敏 就被人把狗送走了 少主在殿前跪求的一日 连主上的面都没见着 你想到这事啊 少主 给他取个名字吧 你放心 他不会被人给帮走了 狗力气可大了 可以帮我忘了他 苏盛说的话 听听就行 就有什么名字 那就叫 百福吧 李百福 猴吐的名字啊 而且为什么要跟我姓啊 你带回的孩子 我就不跟你争了 李百福 李百福 你还想要你 你还想要他 我会想要你 水 你也想要起 想要起 快要上我 快要上我 那水 伤官精致简直不适合人呐 船夫人还几次传唤我 让我对她好点 可是我一过去呢 我一过去 她就弄断我一个胳膊 我再靠近她 我肯定我断死绝损了我 你这种的都什么玩意儿 看看怪是人的先生 给我送走似的 你怎么了 这李唯最近很是关心我 这又是督促我吃药 又是送我东西 你说她 她这什么意思啊 你说你是什么人呢你啊 你要是想宣耀你娘子对你好 娘子喜欢你 你不用在我面前炫耀吧 我还不够惨吗我 走了 她喜欢我 老佳姐姐 听郁展说 二少主夫人对你不太好 只不过 就总是叫我过去跪着 在家时 我大娘也经常让我跪着 没事的 而且 你送是我的东家 东家对我好 日子总会好过的 你呢 你怎么样 我还行 就是总想着 能够对她好一点 到时候 我把人体体命运地送你 送走 送哪儿去 你 等十日之后 你就知道 到时候 我就能回家 你能回家吗 能啊 一定能 也不知道弟弟和娘亲 收到我的书信 六少主让你 寄书信回家 形成规定 侧夫人是不可以寄家书的 还有这种规定 我都不知道 但六少主还真是个好人 你看 少主 您看看吧 这就是侧夫人的家书 你没合得说 这些信记不出去的吗 还记出去呢 这这里边的内容啊 不堪入目 可以说令人发指 我给您念念 来来来 爹娘 吾夫将死 莫上花开 吾可速速归矣 来来 这还有一封 爹娘 吾夫死期将至 吾可速速归矣 这什么呀这都是 也不是怎的 他就以为书考那日是您的死期 他就是掐着手指头等着您归西呀 他好当寡妇 拿着续养金 会寄传逍遥去的 杜少主 你放心 剩下的日子 我一定会好好对您的 等你去了之后 我会时常给你烧些书的 以后大家一看到这幅画 就能记起少主的 英容笑貌 走吧 你以柔为佣 因以柔为佣 难以强为贵 予以柔为美 你为月己者容 凡为人妻妾者 必依三情面 女宫齐煞 有辱复公 扣五十为月前 奇异稀烂 不能讨夫君还习 扣五十为月前 越敢全无 不开若二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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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为月前 好 大 备好了 要注意几口 好 好都不能吃 傅夫人 傅夫人 今天是少主的大日子 时辰也差不多了 您快去准备一下吧 真的是今天 上次送药 竟是最后一面了 错 夫人 您还愣着干嘛 快去吧 怪怪的 这 待会等少主回来了 无论靠得如何 都做几个好菜 好 给他庆祝一下 必须的 七哥 七哥 上回戴先生说那个重点在哪儿 我怎么找不到 这句 这句 还有吗 还有这句 吴哥 吴哥 父亲 这怎么说 你这次是不是还得问我们点滴啊 父亲这次会怎么罚你啊 谢谢 我 我尽量 尽量点滴啊 去去去 准备去吧 就 给我 哎呀 快点啊 转 六少主 入内书考 参见诸上 书考开始 刘少主则则提 论吉减免赴税 却未曾将各川税政足以谈论 只言吉莫丹经三川 却是为何 因为只有这三川与新川铁量相当 能为敬以关 尤其是墨川情况极为特殊 墨川守着新川关爱 新川阵着墨川后方 新川想要减免农税 亦要顾及墨川 所以我在文章中主要论述了 这三川的减幅之策 以期借鉴 京川重伤 新川重农 如何相较 单看新川都城方式颇具规格 若百姓日后想要误伤 届时再去定制规则 倒不如提前预下 带川惨况 对沃川亦至关重要 为何不曾谈及 戴川情况极为特殊 即便是戴川主想要定税减负 也要和各矿主商量 但我新川不会受之于人 所以无需借鉴 主上 如此便没有什么问题了 等等 代帝已将文章给顾看过了 你有意取消科捐杂税 旨在夏秋两季征税 前二美护可劳作认定征收 对老若病残 棺寡寡孤独者皆免征 你胆子很大 老若病残棺寡寡孤独皆无劳力 所以不用征收赋税 而春季需买种投产 家家皆无余资 冬季停耕卧田还需钱财过年 所以只有夏秋两季 适合征收赋税 书考结束 上书考得多好啊 真是学习的奇才了 上书考得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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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啊 你干嘛啊 你快站住快站住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快快偷了 你认识少主的大趣之日啊 什么大趣啊 像说什么鬼话 快点别说多啊 你没穿得要让你闲压吗 那少主看你走 不过来 快点 走 对 殺 救命 救命 车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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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佳叔 怎么在您那儿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的胃病还不足以要了我的名 明明就说 就说什么 只剩半个月 那说的是书考 只剩半个月 那 那您考完 考完了 搞得怎么样啊 我是头筹 恭喜少主 少主 姓名神 行了 你们出去吧 我跟侧夫人单独聊两句 还有你 完了 这是要干吗呀 我看起来很弱吗 什么 是因为我看起来弱 你才会觉得我命不久矣吧 说实话 身边人是不会跟我讲实话的 但我想听真话 行了 起来说吧 那我 我 我就讲实话了 但说无妨 少主 确实有些 略显文弱 加上我听别人说 我说您从小体弱多病 所以 所以呢 所以能当大人 贴不疼 念不爱 是少主中最弱的 然后呢 没有人后老子 您又如何处置我 好自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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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为之为之为了 这我就是独自为之为你 裳宽的心目标对哈 也让我确认了我想让外界看到的 他们是真的想想 少主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 我怎么可能不跟您说实话呀 宋神对天发誓 自从您中敌掌主的帐下救下了小人 那小人对您就是一片痴呈之心 天地可见哪 那你说说看我在外人眼里弱不 不弱 少主一名神武怎么可能弱呢 少主在我的心中 犹如天神一般强大 无所不能 我对少主的经验 行了 你让刘宝全协制做一些继承材 还有那个什么火瓢牛肉 病人敬爱的刘少主 我罪不可恕 罪不可恕 苍夫人回来了 太好了 少主病病好了 川夫人下令 今晚就给您和少主补上洞房花烛 你说什么 快点吧 快点 谁 谁洞房 今晚 侧夫人就要跟少主圆房了 老婆子 教您点规矩 今晚 侧夫人沐浴更衣之后 少主 就会来到您的房间 今晚 下午要不要少年了 少主您好 正面看见您的照片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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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夫人 方才嬷嬷说的 您都记住了吧 侧夫人别不上心啊 最好今晚就得六少主亲眼 然后你们俩就可以 你们心出来人也太过分了吧 我都快死了 还要给人去冤风 别呀 侧夫人啊 侧夫人 川夫人下令 补办您和少主的合房之礼 就说明少主没有把您开罪她的事情 放在心上 不然早就上报处置了 您不会死的 对呀 不会死了 可是我还是要跟人去冤风啊 侧夫人 别担心 我看六少主挺行啊 我不想知道这个 那您想想日后 是 您现在只是侧夫人 可是我们新传女子母贫子贵 您若能早日生下孩子的话 那您一定有一席之地 所以您可得努力了 若不能早日生子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修的 你说什么啊 从前啊 四少主有个侧夫人 因为一直没有孩子 然后被一纸修书赶回了家 我们害怕你也被赶回去 赶回家 嗯 那也太惨了吧 好啊 好啊 六哥虽说已经做门礼 但是这闹多烦之外 也不可少啊 是是是 再闹啊 还是你有什么技啊 取了一个又怪又分手又体贴的 绝不给你白手腕 大事的事吧 五哥 你那假丑就别暗扬了是不是 刘叔 给你背了个凶狠 不要了 不要了 拿着 不用了啊 不用了 可以了 你看天色也不早了 咱们就送到这儿吧 先回 先回 回了 拿着 好好学习 哎呀 哎呀 马到工程 走了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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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主 你怎么是这么多 好笑吗 你不小心多吃了一点 你怎么还好笑 我这都可以给你了 我这 小主 怎么了 小主 小主 这不是今天不太方便 不方便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小主 这真的不方便 快快快 小主 我一不小心破相了 就 又不能见您了 请您原谅 你先回去吧 破相 让开 我 我突然特别想吃麻辣羊肉 就一个没忍住 去厨房端了点 妈妈说了 破相者不能见少主 正式不敬 所以 我们今天晚上 还是先回去吧 我突然胃疼 如果川夫人问起来就说 就如实说吧 是 少主 要是这么有象征 您可以另寻旁人 您这么英明神武肯定能寻到 那个愿意又方便的 我上火了不太方便 今天上火羊肉就不要吃了 就带刘宝全 不要让侧客人借件厨房 一定的 冲衣不用远方了 刘宝全 部贤 不是 我 测夫人 您又想来厨房偷吃东西啊 我 我上火了 想喝口粮水 测夫人 您昨日偷吃辣椒烤羊肉上火 按规矩 破相者不依面主 您就没能事情 如果今天您再吃错东西 出了状况不能全了礼数 那小人也就不要当这个差了 不行 我真的要吃口 少主之命难违 测夫人请回 我少主可这么是个人哪 我少主 少主 怎么跪着呀 怎么 罚她跪两下 你就心疼了 无妨 夫人 才叫我跪去呢 今日晨醒 主上说川夫人病了 方如 你收拾收拾准备进宫 去给母亲试极 好家的脾气比你好 更适合侍候母亲 带着她一起去吧 多谢少主 你让她去 那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试极辛苦 她不是能跪吗 母亲面前就由着她跪着 免得你受累 最近帝长主夫人 没有欺负你吧 我自己选择的东家和掌柜 虽然出来务工 吃点苦难免的 你要是实在不开心 就跟我说 别热会别坏的 嗯 放心吧 我没事 好姑娘不高兴啊 我给你说个笑话吧 从前有个 别开屏了 丢人现眼 疼 疼 你干什么呀这是 这么多人呢 要是我能像上官一样自在 就不用为事情的事情担心了 你不想事情 所以来睡急呀 你知道川夫人为什么生病 生的什么病吗 被三少主气的 上了祸又着了风寒 这三少主啊 是所有少主中 龙毛最为俊美的一个 而且她的生物 是青川的一位贵人 给她留下了万贯家产 就是那个 见媚星母 武仪表堂堂 风流倜傥的三少主啊 就是她 这三少主啊 年幼丧母 所以新川主和川夫人 格外疼惜她 自小 却养在这中医殿里 新川呢 敌术分明 除了三少主 最受宠爱的 就是敌初的二十两位少主了 果然是亲自养她的 受纵容惯了 才会在宫外花天酒店 把川夫人寄成这个样子 但如果三少主一直不回来 那我就能一直来时机 能知道里面就更好了 小薇 认言 川夫人 今日累了 各位把补品留下 就请先回吧 你方才说 这是谁准备的 是六少主的厕夫人里微 换她进来 见过川夫人 露水枫�ộ 甚至不错 你心灵熟悉的 想必能与老六 琴瑟和鸣吧 多谢川夫人的夸赞 我和六少主还好 但您的身子如此不适 让我楼下来照顾您吧 只要别让我回府 跟六少主待在一起 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 你这姑娘很好 但照顾我就不用了 你回去把老六照顾好 早点与她开枝散叶 为新川宫多添点子嗣 就是为我分忧了 是 所有人都没有见到川夫人 就李薇见到了 是啊 那个小蹄子 她专门准备了琵琶水 去讨川夫人欢心 你是蠢吗 她会送你不会送啊 一罐子琵琶水而已 厨房不会做吗 少主放心 李薇进殿前 我已经叮嘱她 为咱们家多说几句 让川夫人知道 我与夫人 已在殿外等候多时 也是算你有心了 好在川夫人知道你们去过 回头呢 我也好像父亲那儿有个交代 好在川夫人 晚上等我忙完了 去你房里 是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要做两个 三十九 四十 好好好 小心 小心 你要直接扶地城啊 一 二 三 还以为是个冰秧子 没想到是个猛男 请 不行 我得回屋 把门给堵颜色 好 调整一下 呼吸 孙姑娘 哎呦 再说我们侧服人的房间 您不能乱动 您能测试的东西我动怎么了 我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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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来吧 孙姑娘 孙姑娘 你别送回去 哎 您是 你就是李维 这其实 在画本子里 她是不是就要撕我了 不是 我是御冠 御冠 御展 御萍 御冠 我们都是李维的侍女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哎呀 草草棋子 您头上了 您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呀 侧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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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这个人我最喜欢 你赶紧把你的东西 这么给我扔出去 这 这我扔出去啊 你别拉我吧 没事吧 没事吧 快 没事吧 没事吧 谁都起来 你 你内心怎么这么大 我吃的耳朵 他起来 算我 怎么了 李维他推我 郑哥哥 什么哥哥 你 郑哥哥 郑哥哥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李维 李维他故意推我 你看还弄碎了我的糖坏 你这么叫我不合适吧 还是叫我为兄长 你看我的手 都破皮了 此女名叫宋武 是一位将军的义姑 六少主的生母 何夫人之前扔下的干女儿 本来啊 她是跟何夫人一起住的 但是她和十一少主水火不容 所以就在这儿记住了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啊 前阵子出去玩了 刚玩回来 其实我可以自己来的 郑哥哥 我 你怎么就突然不会好好说话 我一直是这般呀 倒是真哥哥 你不知会我 突然就娶了这么一个 其貌不扬的侧夫人 而且还住了我最喜欢的房间 你是不是不疼我了 宋武是我生母和夫人 受养的义人 是名义上算我们的妹妹 我们的妹妹 她确实有些任性 你多减两万 张哥哥 你不为我做主吗 是李维 李维她故意推我的 你要是不来我们房间捣乱 她为什么要推我 我们的房间 可是这就是我喜欢的房间呀 你之前已经答应过我了 要给我做书房的 谁啊 谁答应了 妈 我就是喜欢这位钱吗 妈 我就是喜欢 看来在我这里是委屈你了 不如把你送到我母亲那儿 让你拿出吧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既然是一家人 何必为了一间房间设核去呢 既然妹妹喜欢 那今晚就跟我住吧 嗯 少主 侧夫人怎么对宋国俩如此热情 会不会是要下黑手啊 她就是怕我进她房间罢了 她也怎么样怎么样嘛 你的这两个丫鬟叫 玉萍 玉斩啊 有什么问题吗 那以后我的两个丫鬟就叫 精品 精斩 精品 二丫 咋了 主子 磨磨叽叽 以后你就要精品 另外一个要精斩 你知会她一声 哦 是 下去吧 你们也下去吧 我们就去睡觉吧 我们就去睡觉吧 我不跟你睡 你睡地上 我 行 只要你就留在我这儿睡 这床就归你了 但是这被子呢 是我一直盖到现在的 要不我给你找一床蚕丝呗 不行 不行 你这么容易就松口了 肯定不安好心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想睡地上 这样就好跟真哥哥告状 说我欺负你 我哪有想跟真哥哥告 又少主告状 我没有想跟他告状 你还好意思叫他真哥哥 那是你叫的吗 像你这样的人 我在宫里见的多了 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算盘 想拿我的把铃 没闻 一起睡床 年轻人 repo rot 站keiten 決定 你 我们 未诚 对 什么事 喂 喂 你不留时点 哎呦喂 好香啊 还好好的 一晚上没法睡觉 没法 我要炸了 李温 你给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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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朋友 所以是我不对 这段时间太清汤寡水了 我太饿了 来 你昨晚没睡好 现在多吃点 吃饱了不较好睡得更香 一会儿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 什么 我还去你的房间 你别做梦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一块睡 拜托 拜托 只要你肯留在我房里陪我睡觉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啊 你为什么非要我陪你睡啊 算我求你吗 求我 那行 那你给我当丫头 没事好肩膀呢 好好捏啊 好啊 你说没吃饭啊 使劲 你要捏死我啊 我 我听说力气大 不好意思啊 算了 今天 这是 簪子 戴上 干吗呢 我说给我戴上啊 你问你什么诚心啊 你这头上有个包 什么包啊 你这也不会戴 你笨死了你 我帮你挑衣一下 你挑衣一下 好 主上万安 老三有多久没来沉醒了啊 父亲 三弟这事确实不妥 他身为少主却久不上朝 一直在外面沾花折走 她们和她的折子都堆成了山 如今母亲都被得跟骑兵了 儿臣以为 应当下旨让三少主就回到宫中 成日在父亲眼皮底下 那样她也不敢不上朝 这件事 它终归是家事 没那么严重啊 她平时不是在你手下吗 不如你去欠卷她 实不相瞒 儿臣已经劝了她多次了 但是她屡教不敢 儿臣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那老四呢 父亲 三哥有自己的考量 况且儿臣速来不敢忤逆兄长 恐难当此人 老五你去 父亲 那个大家都知道 平日我和三哥没有什么交往 我去劝他是一定不听的 都退下吧 是 是 父亲 儿臣有一言 是我 若是三哥能自行还工 是不是就不用下旨 自行回来 怎么可能 我想试试 少主 我车都备好了 这侧夫人找不到了 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雨也掉得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你好好的 一会儿被晒黑了怎么办 少主 好 好 好 少主 我不是故意的 是因为他昨天还 行吧 下不为力 他就认为了一个测试这样对我 你们一母都说了 以后我才是他的夫人 也不是吧 何夫人说的是 你要是实在嫁不出去 就委屈一下六少主也行 别装了 醒醒 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装的 刚才抱你都没用力 一看就是装 没准说本来就行了 好 这还是我入宫之后第一次出来玩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咱们去找我三哥 把他请回宫 有你在会方便些 父亲让我低调行事 有你在只会结的是 温乎寻常摆访 听说他给每个红颜 都用节气气名字 问不是 要集齐二十四节气吧 那我听闻三少主 将自己的红颜之己 以二十四节气命名 还有许多宫妙正在报名 这是真的吗 这我倒是没听说过 那我还听闻 三少主 见眉心目 英俊潇洒 密疏临风 能到了 你自行体会吧 三少主 人到了 到了就到了 你同我一起去赢一下吧 怎么说也是六弟 面子上也得过得去啊 你们先去 我晚点 免得太过热情 等等 不要与那个季川的走太近 免得静默者黑 好帅啊 果然美男独自恋 六弟 好久不见 三嫂 这一眨眼你都成亲了 这就是六弟妹吧 真是个美人 见过三嫂 三嫂果然人美气之佳 不愧是最帅少主的夫人 那这传闻中的三少主 是该有多帅呀 大少主到 完全是最帅的 很大 你快点 你了 他寻找他 找他 有许可 莫 不愧是 勇在这种 就一个人 你为什么 好好好 让你 你想想国家 这种要就是 有许可 你 画师 既如此 我就将这张 我亲笔千盖的个人画像送给你 拿回去珍藏我 多谢 今天时间不多 不然我就让画师 将我们共同入画 也挂在这里 仪表纪念 好 都看待了 三哥 咱们单独聊聊 那好吧 海棠照顾好弟妹 我与六弟去去就回 六弟 请 请 这画你要是不喜欢 就扔了吧 别看他面上跟你活络着 他可特地交代 说弟张主不喜欢六弟 让我也不要与你多来往 这样啊 多谢三嫂如此残率 既然如此 我就不为难你 先走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正因此 我们大家当即决定 要和六弟妹成为姐妹 你们 大家 跟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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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